哈喽,大家好,我们期视频,这边试玩一下DCS,之前黄牌空战,战争列艇和这个微软模拟飞行都试过了,我们再试下这个DCS DCS呢,是一个比较偏专业向的飞行和战争模拟游戏,但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,人物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可以创建很多战斗状态,这边先玩个花火,我先要测测这个游戏里面坦克谁最牛逼啊 除了飞机以外,它坦克游戏速度也蛮多的,我这边对面是T5,这边是5个国家的坦克,测测的好像爆2最硬啊,其次是M1,然后想这个梅卡,步兵战车一会儿就爆炸了,完全不行 美军因为有装备这个AIM120C,其实应该还是更有优势啊,所以说我多给了苏联一个编队的这个苏33 游戏画质是这个低画质的1080P啊,它好像没办法设置720P,只能1080P强制 这边都是没有预警机啊,速度默认是拉满的进场,高度好像设置8000吧 反正这个雷达好像距离有点近啊,他们这个发射之后基本上就进入市局空战了 美军是在这个三个复油箱进场的,然后看到现在雷达锁定之后就会抛击复油箱 直接发射这个AIM120C啊,中距导弹 苏联导弹我不太熟悉了,它好像有RC7啊,应该是个远距导弹,但我这边模拟好几次,它都不会先于120C发射 这边我也是个菜机,我也不懂了,有懂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教我怎么调一下 反正我这边调下来,120C的这个优势还是蛮大的 特别是用这个F16都能打这个速33 被咬住之后应该是打过一轮导弹之后开始做规避机动 游箱设置的都是30%,所以说F16的机动性还是很强的,在这个状态上 这游戏其实我一分钟都没打过,因为这个操作原因实际上是太繁琐了 但我之前看别人玩还是蛮好玩的,就眼睛会了,手是根本不可能能玩的会的,相当复杂 入手的话至少要大概好几个小时才能飞起来,所以说就直接看电脑AI 用这个任务兵器打一打,这边就随便看看,反正性能的话能跑 大概是在20W左右是能跑的状态 这边之后还会看看能不能深入的飞一下,能不能真的玩一下,谢谢大家 就好,这样说这边的飞一下可以说 是吧,还有一个飞一下,感觉是可以说出来 我们已经把飞一下,感觉是因为不关心的 我们的飞一下,感觉啊,感觉再西部 一点点飞一下,我们把它看到素质为 这样做的是冰箱身体可以说 是想切吗,我们把这些飞一下 我们 Vai到来它 加薄一点 如果别振起来,我们的福变一下 好 字幕君 李宗盛